Hello大家,我是穆迪,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来分享我生命中不能没有的微电流美容仪 看看新上市的这个Foreal Bear跟我之前的旧爱New Face到底有什么区别 最后我来每半边脸上同样的时间 你们来看一看哪边的提拉效果更好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微电流美容仪呢 主要是因为它能作用在肌肉层 那肌肉层是护肤品不可能达到的深度 医美上只有肉毒杆菌才可以做到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肌肉开始萎缩了 变得没有那么丰盈和饱满 我们身体需要锻炼肌肉 那面部的肌肉也同样需要锻炼 使用微电流呢 可以激发面部肌肉的活力 让肌肉看起来好像变大了 线条变得更加流畅 肌肉看起来更加紧实 同而可以减少皱纹和细纹 我每次做完微电流移 我那个颧骨还有下颌线 明显就更加的变V型了 去水肿真的立竿见影 线条非常清晰 还有一点我发现 这些年我用下来 意外得到的效果是 可以让上眼皮更加的提升 就我们年龄变大之后 眼皮就会慢慢的很搭了 就很下垂嘛 但如果你长期使用微电流移呢 它就可以预防上眼皮的凹陷 还有下眼皮的下垂 增加你眼部的血液循环了 减少浮肿 微电流移真的是我觉得最值得投资的一个家用美容仪了 你们知道我用New Face 我已经用了快五年了 基本上每天早上都用 我在想如果我没有用它这五年下来 我肯定比之前看起来皮肤状态老了很多 每天早上用完之后你明显感觉好像有一根线栓在你的耳后一样 就好像提升这里 然后它可以维持一整天 所以一定要坚持你不可以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它是及时的作用的 就这一整天你都是这么提拉 但第二天你还是需要使用它 那现在市面上新出的这个Foreal Bear呢 官方说它的科技感更强 自己宣称啊 它比New Face的强度要高一倍 也就是说它可以缩短一倍的时间达到更好的效果 New Face是在2005年就上市了 Foreal这个是2019年才上市的 那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你有了New Face之后还需不需要买它呢 那第一个是T-Sonic声波脉冲的技术 也就是说它在使用的时候会有一个震动感 它不像New Face是没有震动的吗 它是就一直在震动的 好像给面部加了一个按摩一样 早起的时候尤其当你没有睡醒 按摩在脸上觉得很舒服 第二个是说可以减少电流感 那New Face 我发现如果你有时候凝胶涂的不是很厚的话 你会感觉到微电流在脸上刺刺的嘛 那它加入这个科技之后呢 你即使脸上凝胶干掉了 也不会有刺痛感 最大的最大区别就是它需要蓝牙的连接 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你必须跟你手机或者是iPad 这APP或者网站上的APP连接上 它会注册一下这个序列号 确保你买的是正品的仪器 然后之后你还可以用手机操作打开这个机器 你也可以不用手机操作 但是第一次是必须用手机的 科技也体现在了现在智能手机时代 我们需要手机或者其他的电子设备去控制它 但这一点其实在我心里算是有点减分的 因为我发现如果不用手机控制它 它的稳定性没有那么好 而且如果我想要振动模式的话 我必须用手机操作 如果直接用它打开的话 它振动模式不是一直在开启的 只有接触皮肤的时候才会开启振动模式 也就比如说我每一次刮脸的时候 每一次接触到皮肤上才会启动 然后你机器一拿开 它就停止振动模式了 我有看别人的hack 其他博主说如何让它一直启动这个T-Sonic模式 就是你需要在这个按摩头上涂厚厚的凝胶 它才能一直在想一直开启 所以在这里我感觉是有点鸡肋的 手机连接这么控制不是那么方便 强度来说Foreo Bear它是五档的强度 然后同时New Face正常版本也是五档的强度 但是New Face的功率0.561毫瓦 Foreo是1.269毫瓦 功率上来说同样如果是五档的话 它的功率要大一点的 然后官方还说自己啊 就非常肯定的说它比New Face的强度 就Intensity要大一倍 因为他们的电流数据也没有告知 所以我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大一倍 一会你们可以看演示时候 自己看出来到底哪一边提拉效果更好 但是治疗时间确实是贝尔比较短 它只需要三分钟 那New Face如果正常版本呢 大概需要15分钟 像我的mini呢需要五分钟 都是比它要长的 那官方说一天不要超过三分钟 也就是一天24小时之内做一次就够了 机身的设计感来说 Foreo的机身是硅胶设计的 完全的防水和你洗脸刷LUNA是一个材质 New Face相对来说比较塑料感了 你只可以在大概这个机器头的地方 我用水可以稍微清洗一下 但整个机身是不防水的 再来说这个顺手程度啊 这使用感觉提拉 使用效果这顺手的程度 我感觉好像是Foreo好 那么一丢丢 主要是你攥在手里这样很方便吗 你看这样提拉跟你这样提拉相比 这样握起来更舒适 可以更好的照顾这边边角角 New Face这个mini啊已经很大了 你可以看到跟它比 这是正常版本 它还有一个mini版本 就正常版本来说 这个真的蛮小的 旅行起来也方便很多 它自己有一个收纳袋 直接放在袋子里就可以了 再说再来说最后一个 大家比较关心的精华液 就使用的凝胶部分 那New Face的凝胶是很好用的 官方配的凝胶又不容易干 然后又不刺激 成分也还不错的 但是Foreo它配的这个凝胶 真的很鸡肋 就像一个普通的精华一样 涂在脸上很快很快就干掉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用它 一直按摩下去 除非你一直一直不停的补 那你的脸会觉得很厚 那凝胶会涂很厚 好在它们两个都是可以用 你自己喜欢的芦荟椒 或者凝胶替代的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 我最爱的芦荟椒是 Etude House那款 然后还有Lily of the Desert 也很好用 还有一些就很平价大板 然后又不刺激 没有酒精 没有香料的凝胶 都可以作为这种微电流仪的凝胶替代 注意一定要买无酒精无香料的 因为酒精很快挥发嘛 然后你那个凝胶就干掉了 然后香料你一直在那里按摩 按摩个五分钟会很刺激皮肤 而且有可能有暴斗的情况 最后就是非常重要的按摩手法了 如何更高效的锻炼肌肉 我们先来看一张面部肌肉图 面部肌肉走向是 这么直着往上 还有斜着方向的 所以我们按摩的时候也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向 要顺着肌肉的走向 额头也同理 然后还有脖子这个区域 顺着往下按摩 注意避开甲状线 也就是说你提拉到这里 到这里就停止了 避开中间的部位 还有定点按摩 这个压力点也很重要 可以压这个pressure point 让我们脸部肌肉更加的放松 更好的促进血液循环 那pressure point也是有一张图的 你们可以大概参考一下 我继续来按摩我的左右边脸 然后你们自己来判断一下 你觉得哪边提拉效果更好 两个机器最大的不同 是new face 它有一个五秒的提示音 每一次你按摩的时候 它会让你慢慢的按摩 就提醒你不要太快 但是for real官方没有这个提示 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很慢按摩才有效 就按你自己喜欢的手法 喜欢的时间就好了 然后上手顺手程度呢 我刚才也说了 我是更喜欢for real的 尤其它在眉骨的提拉 哇 真的绝了 我每次提拉完以后 我这个眉骨这个区域 真是有一点飞的感觉 就好像翘起来了 我不夸张 可能是因为一个是他说的强度比较高嘛 然后加上他这个按摩头 这个设计 还有你使用的方式 更顺手一点 你按摩到这里很好的定点提拉 好你们觉得效果如何呢 new face感觉啊就像如果是按车厂商的话 他就像奔驰一样 信赖可靠 不出错 新手也容易上路 for real呢就有点像 Tesla 特斯拉 好像每天能带给你新鲜感 而且还连接APP嘛 随时可能一个不定期的更新 就让他又有新的功能了 年轻的喜欢刺激 喜欢新鲜的 可能觉得他更有意思 但不管是选哪一个 坚持才是王道 坚持每天刷脸 每天按摩 才可以停留住岁月在我们脸上留下的痕迹 在这里我希望屏幕前的小可爱们 越来越年轻 皮肤越来越紧致 越来越美 如果你觉得哪边效果特别好 你看到了区别 不要忘记在下面留言哦 也可以讨论 你用了哪款仪器 或者你现在正在用的美容仪 你觉得效果特别好的分享给大家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见吧 bye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